明依化养生健康新旅程 大家好 我是王冠 欢迎收看今天的明依化养生 防控疫情特别节目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形势非常的严峻 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 持援武汉 那此时此刻 我们只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工作 其实就是对阻断疫情奉献了一份力量 究竟如何科学的防疫呢 同样我们请来了两位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 感染科副主任医师周慧娟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上海市食品学会 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主任马志英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昨天我们的节目特别提到了 其实冬季就是流感的高发季节 很多人把流感的症状 误以为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其实如果办有一些轻微的症状 我们不要着急 不要盲目地去医院 反而会增加传染的风险 要居家隔离 那我想问一下周医生 如果我曾经和可疑病人接触过 但是目前呢还没有不适的症状 我该怎么办 那么就说到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希望是建议居家相对来隔离的 因为现在按照我们对这个病毒的一个了解 我们现在就是CDC啊 包括我们一些就是医务人员都知道了 它的潜伏期最短是一天 最长是14天 所以我们提出我们的居家隔离 要求14天两周的时间 居家隔离为好 其实潜伏期也是有传染的这个风险的 所以这个让我们很害怕很担心 您说到居家隔离 居家隔离有什么样特别的要求吗 对这个环境有要求吗 或者我们要特别准备一些什么东西呢 那么居家隔离不是与事隔绝 首先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那么我们说 首先一个是不要担心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要求是一个环境 这个环境要求是相对的独立的房间 那么在这个房间里的话 你可以单独去做你的事情 包括学习什么都不影响的 但是对你来说就是可能 在这个环境当中你要经常去通风 最好是一天 就是每次通风要时间半小时以上 早晚各一次这样的情况 那么第二的话家属 他探望的就是亲戚朋友 建议不要这样去规避掉了 那么就是我们说相对来独立的房间 这样的居家隔离比较好一点 需要独立的洗手间吗 那么这个最好 我们说有这样的独立的一个饮食 就是我们入厕的这样的环境 可能更好一点 因为可能很多家庭是几口人 一个大家庭 没有办法就是完全隔离 我们最好有一个单独的房间 用餐也是分开 洗手间也是分开 这样是最好的是吧 一旦接触也要马上洗手 消毒对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 就是家里能给你送餐的话 你口罩戴好 这样的话就是相互 那弄好的话就洗个手 这样对家里的人 对自我来说都有一个保护作用 那么刚才刚刚说到的居家隔离 一个要环境 有单独的房间 单独的我们说 如果有如厕的环境都可以 那其实我们还要准备一些物品 这些物品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说我们可能 平时洗漱的衣服要简单 自己就相对于清洗的衣服 当然还有我们说一个温度计 还有口罩 还有我们的肥皂 去洗手液 那么第二的话 就是我们说还有的相对的 我们说可能一些洗具的用品 有可能单一为自己准备好 那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那这个温度计量体温 多长时间要量一次体温呢 那么如果是没有感觉不舒服情况 我们早晚测一下 可以看看 了解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怎么样 当然不舒服的话 也可以随时去测 供客时间从我做起 五步学会咳嗽礼仪 打喷嚏时避开他人 用纸巾捂住口鼻 或用手肘肋侧遮挡口鼻 将用过的纸巾丢至垃圾桶 立即清洗双手 我们的认真就是最有效的防疫 这场疫情当中我们特别提到了 一定要消毒 消毒是一个关键 我们就想问一下马主任 我们在家里究竟怎么消毒 因为今天也特别准备了一些消毒的用品 你看有我们常说的消毒液 我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看一看 白酒白醋是我们民间的偏方 今天也来求证一下 还有酒精是吧 我们平时在家里究竟怎么来消毒 如果居家隔离的话 我今天就拿了一些 包括网上大家传的 这是白醋 白酒 是 那么还有呢 这些这是含率的消毒剂 就是巴士消毒液 大家知道的 还有医用酒精 75%的医用酒精 那么我觉得呢 大家就说 因为晚上也流畅很多 各种各样说法都有 说白醋 对 讯证一下 那么它很有对病毒消毒有用 其实呢 它没有用 这次呢 是辟谣一下 这是谣言 对 因为说 听说酒有用 那么我就喝白酒吧 对对对 对吧 有人说 喝白酒 可以把这个病毒杀死了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关键 其实我们说 医用酒精 75%的 它是个体外消毒的方法 对对 不是喝 而且你的白酒 你不能做到75% 就是75%的酒精 喝到消化道里面 它的消毒作用 完全是两样了 没有用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谣言 特别强调 白醋白酒不能消毒 对对对 那么根据国家卫健委的推荐 对现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 密活的一些有效东西呢 比如一个是物理消毒方法 就是比较可靠的 当然这个现在还好 就这个病毒啊 对热很敏感 所以一般是56度 那个半个小时 是吧 30分钟 对30分钟 就密活了 对 最可靠我觉得 就废水消毒 热加工 对 这是最常用的方法 所以这是一个物理方法 还有呢 推荐有许多这个 滤房 乙米 包括这个75%的酒精 包括含氯的消毒剂 都可以 包括过氧乙酸 光氧乙酸是 款机消毒的 是吧 那么一般老百姓呢 我觉得呢 在居家 譬如说隔离期间 常用的对 这个一些 厨房用具啊 桌板啊 震板啊 所谓餐具 这些东西 除了我们就是 用这个消毒 加热消毒以外 可以用一些这个 化学的消毒方法 就这样 那有人说 我看到网上说 56度30分钟 那么100度多少分钟啊 有人在问啊 是吧 其实呢 根据加热这个 对病毒的这个 灭活的 100度呢 就能够做到 比较可靠 20分钟呢 基本上 也可以把它消毒 这个灭活了 也可以了 当然你 时间越长 越可靠了 而且要注意 你在这个消毒 加热消毒之间 要做到中心温度 比如说一块抹布 你觉得很厚 是吧 拿在一起 它中间温度 不一定加热透 所以要保证 它的中间的温度 要加热透 这是一个注意点 那么化学消毒呢 就常用了我说的 75%的酒精 有人说了 哎呀 现在很难买到 酒精啊 也很紧俏 对对对 目前 那我是不是可以用一些 工业酒精啊 自己在配下 扣兑一下 我不建议这样做 对 完全 为什么呢 工业酒精 它的质量呢 它包括它含的一些杂质 包括它里面 工业酒精当中 其实还有其他的 维生物在里面 就我们应用酒精啊 它其实加工以后 它还要经过 应用的处理 把一些的 其他细菌 还要过滤到 所以这是比较可靠的 不建议用工业酒精 自己来过滤 这是一个方法 嗯 那么 含绿的 就最典型的 就是巴士小肚鱼 是 是绿水烂 那么它的一般的浓度呢 是在 5%左右 嗯 那么我怎么配呢 如果 嗯 我们对这次 病毒的 这个灭活的浓度呢 基本上能够达到 这个一份对99份 当然 相差记好记下 就1比100也可以的 对对对 是吧 1比100也可以 怎么做到 一比 比如说 1比这个 100或者99呢 比如这个 两杯 我这个当中呢 到这个 5毫升 比如说 好 差不多 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 5毫升 是吧 对 5毫升 配多少呢 再加500 是吧 5毫升的 巴士小肚鱼 配上500毫升的水 对对对 因为好记性 就 1比100也可以 对 我们这样一瓶 差不多就是 500毫升吧 对 就这样 稍微把它 搅拌一下 均匀一下 那么 像这种消毒液呢 就是用于什么呢 用于一般的 比如桌面 比如说 我吃饭好以后 桌面 那么桌面 当然 先我建议 不要马上 用消毒液消 就是把桌面 就清水 洗一下 对对对 洗干净以后 最后呢 把它抹一下 比如说 把它消毒一下 把它消毒一下 那我们平时 那我们平时就是 就是碗块 我们可以放在里面 浸泡20分钟左右 是吧 碗块 当然 碗块最后 煮沸最好 煮沸 最好是煮沸 因为有味道 这个有味道 碗块是最好煮沸 那什么东西 我们放在里面 浸泡20分钟差不多 比如玩具 或者怎么样 可以用 它不能这个销 热加工的 所以呢 用这个化学效率 才用 第一位还是推荐 这个用加热 最可靠的方式 我看您带了一块砧板 因为平时 我们这个做菜 都会用到砧板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 这个传染成精 很高的工具 所以问一下您 我们怎么来正确的 消毒砧板呢 清洗砧板呢 比如用刀 把砧板的表面呢 把它刮平 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乌卵东西 都取掉 清洗干净 那么还可以呢 就是刚才说的 用开水呢 泡一下 最严格的 煮一下 是吧 废水煮一下 最安全了 对 好 明白了 我特别想问一下 您请坐 马主任 这个您特别提到的 消毒的方式 其实是家里 如果有疑似的病人 或者是正在隔离的病人 我们需要做的方式 那这样的消毒 每天要进行几次呢 我建议的每餐 每次吃好饭以后 做好以后 消毒 而不是一天一次 只要接触过 就马上消毒 对对对 因为它的频率啊 肯定要高点 好 那如果我们都是健康的 在家里足不出户 我们怎么样来消毒 身边的家居用品 每天都需要一次吗 现在有许多的消毒 比如一些网块 这个洗碗机啊 包括一些网块的储藏机啊 它都有消毒功能的 那么最好了 就是不要这个 有的的过去呢 可能是一天 或者一个礼拜 有的人一个礼拜 消毒一次 现在呢 我建议呢 起码了一天呢 做的消毒一次 这比较安全 明白了 如果家里有 疑似的病人的话 我们每一次 接触完了都要消毒 那如果大家都是健康的 在这样的非常时期 也建议每天至少消毒一次 是吧 共课时间从我做起 四步教您家庭消毒 打开窗户 通风换气 消毒前戴好口罩 手套等防护用品 按照产品说明书 配置消毒液 先用配好的消毒液 擦拭家居表面 作用不少于十分钟 再用清水擦拭 去除残留的消毒液 我们的认真 就是最有效的防疫 那现在基本上 大家都足不出户 特别的听话 很多年轻人 不会做饭怎么办呢 叫外卖问题来了 因为这场疾病 它是可以接触传播的 我们拿外卖的时候 拿到了 拿到家里了 要不要消毒 怎么消毒 外卖呢 其实外卖人员 包括他走的地方 的流动性很大的 对 对 对 担心的 虽然说一般的 它的这个污染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 几率还不大 但是在目前这些特殊情况下 要考虑到 我建议呢 还多加小心 当然外卖 首先你看外卖人员 它是不是口罩戴好 还有呢 就是消毒的 外卖消毒呢 它可能带一个纸袋啊 带一些纸盒啊 这是马上处理掉 那么还有个包装 内包装了 是吧 内包装的就是一个 塑料网啊 这些东西 对 完全有可能 就是它的这个 在加工人员手 接触这个网 这些东西 这样怎么办呢 我建议就把这个 内包装的 就把它拆掉 另外自己消毒后的 家里用的餐具 明白了 把它加进去 这个污染呢 然后呢 你处理以后呢 注意洗手 就是这样的 就是杜绝 这个外卖来的 这个污染源 这样就万无一失了 还这样呢 特别是说 我来的外包装菜 可能时间长了 它一些菜啊 比如65度了 40度 好像还有一些温的 我建议呢 还是加热到 这个60度以上 在敷热项 更加可靠 好 谢谢马主任 这里我补充一下 就是如果你正好 是外卖的人员过来 你最好也戴上口罩 这样也比较好 这样有个商业的 都防腐起来 明白了 那周医生 我想问一下 我们因为通常 如果出去一下 买个菜啊 去个超市啊 回来之后 这个衣服要怎么处理 会比较安全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 现在因为在这段 非常时期 我们尽量地 不要到人聚集的 人多的地方去 而且相对这个环境 要通风一点的地方去 那么像我们说 也有可能家里菜没有了 要去市场买菜 那我觉得也是 规避掉一些 人多的时间点去 那么稍微 捡自己要的东西 去买回来 那回来以后呢 其实这种情况的话 我们说概率很低的 并不说一定要 每个人都要去 换衣服洗衣服的 但是我是觉得 如果像 我们也希望 快点太阳出来 能晒晒兮洗洗 这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觉得 你接触过人了 不放心的 那如果有家里的话 有些医用酒精的话 你可以制成一种喷雾 其实那喷一喷 也是可以的 但是我是觉得 也不是说 一定要是每一次 都要洗 这道我觉得 还不必到 这样的恐慌状态 但是如果是觉得 你有一点薄薄的衣服 你回来可以洗掉的 那也是可以的 外套的话 可以用酒精喷一喷 然后吹一吹 如果有太阳的话 晒一晒是更好了 对对对 那么现在就是我们说 一个是大家注意的 就是一个是勤洗手 养成洗手的好习惯 那么这个就 小时候我们就 老师就叫我们 对吧 有个洗手的勤洗手习惯 那激望 大家在这个非常闲 也是这样的 外出回来 勤洗手 我对我们的学生说了 我们有一个可觉 就是内外加工 大力丸 您跟我们说说 演示一下 那么我们先看 这是我们的一双手 然后内的话 就是我们是什么 就是手搓 手心搓手心 这样是叫内 外是什么 就是我们说这样的外 就是手心搓手背 那么这样的话 都是每一次动作 都是要求十个来回 十个来回 这样的话 每一个动作 都需要十个来回 对我们把造业 弄好了以后 就是内外 好 我次数就减不多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加 好 弓是什么 就是我们这边 手弓起来了 就这样面 再一个手心上 这样去弄 这个弓里面 这里面都洗到了 就这样 弓 对 好 大 我们大拇指 50%功能在这里面 好 OK 也是要这样去 再去转 就是还有 这个我们指尖 还要去把它这样去弄 立 这样立 碗是什么呢 然后这次都洗好了 我们在碗部 还要去洗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 通过流水 我们去把它冲掉 我再补充一下 当然洗手呢 一个是流水 另外呢最好的 有些香皂 或者是洗手液 对 加上呢就更加安全点 对 就家里配备一点 那个就是洗手液 包括我们的那个什么 香皂 我们的认真就是最有效的防御 那么还有的就是我们现在 因为它是一个呼吸道的一个传染病 那我们的口罩 什么佩戴 要注意的 对 您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 究竟如何正确的佩戴口罩 那么在我们 就老百姓的 就是我们能扣到的口罩 一般往往是在 就是我们说买到都是一些医用口罩 那么医用口罩的话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简单的佩戴的 大家也不要去太复杂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 其实我们说 我们买回来是家里备用 那备用的话 其实首先这个口罩是一次性的 大家要知道一下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口罩的话 其实我们也看到了 有一个颜色不一样 对 那么在这个戴口罩之前的话 大家也是要先洗手 洗手洗好了以后 那么这样的我们就 就不要干干净净的手 去接触我们的 就是我们所一次性的 这个医用口罩 那么用口罩的话 我们看到有一个两个颜色 一个颜色的话 就是一个深级颜色的 蓝色的 还有一个白颜色的 那白颜色是内层 蓝颜色是外层 大家知道一下 那么其实我们说 还有的我们看到上下 有区别 就是在长的这个宽道当中 我们上下去摸一下 这个边缘摸一下 看到上有一层是什么 硬的里面是有一个 支撑的东西在里面的话 就是我们佩戴在上面 佩戴上面的话 就是那我先示范一下 好 我们就把它拉开来 拉开来我们就这样佩戴好 佩戴好 那佩戴的其实我们要求的 很高的一点就是 我们一定要把口 笔口还有下颌 把它包进去 好 那么我们就戴一下 这个口罩戴好 然后呢两个耳朵 这样去戴一起来 这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一定要要去拉开 然后这个手呢 其实一般我们右手 就把它那个这样子 安住好 安在鼻梁的上面 这样的话 这两个这个就是 软的就是金属东西的话 扣住 对 一个是扣住 一个紧紧的是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了以后 然后这个是往下拉 把它我们的下颌保住 然后我们再去细合一下 这样的过程 就是看看有没有这样 就可以了 其实最终的结果 就是让它完全贴合 保护住 对 对 对 不要有缝隙 对 尽量的缝隙少一点 缝隙少一点 但是这是我们说 是个一般的普通的仿佛 就给你外出啊 你就戴一戴这样的情况 好 我觉得摘口罩 也是个技术活 那么其实一样的 就是我这个 其实在对外的话 这一份是防护 就是我们说 是防水层的 防水层 那么就是我们说 这个如果污染的东西 就会在纤维上 就像病毒细菌 在上面表面了 那我们不能再去用口罩 就去手上去抓了 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很重要 就是还是从头 倒过来就把我们的耳边 拿下来 然后我们就拎在手里面 拎在手里 就轮到我们的垃圾桶里面 弄好了以后还是洗手 洗手一样 千万别忘记 这个口罩是一次性的 所以对它来说 因为里面是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吸水层 如果时间长 我们的呼气的 呼出来的一个什么 水分是越来越多 那对我们防护也是 不是不利的 所以一般我们只 一般如果没有什么 特别的情况 四个 就是我们说四个小时 就要去才 就换一个 另外一个新的一个口罩了 共课时间 从我做起 六步教您正确戴口罩 变上下 变内外 上缘贴紧鼻梁 下缘贴紧下巴 画耳固定 固定鼻梁处 下缘包裹下巴 按压鼻夹 贴合面部 脱口罩时 捏住袋子 轻轻脱下 我们的认真 就是最有效的防疫 现在因为我们知道 另外一个途径 就是接触传播 所以特别想问一下 周医生 我们是不是要特别 注意手上动作 我们要戴手套吗 或者是因为有的人 手经常会揉眼睛 那咱们是不是要戴护目镜 是这样的 那么在我们说 这个就是我们说 在防护当中 我们说一击二击 三击的防控 但这个对我们 普通老百姓的时候 不需要 大家不要去 为之什么 去购买这种 护目镜的问题 因为当然如果护目镜 就是我们在高位冷却中 护目镜其实要消毒隔离 也要做到另外一套 一套准备的东西 那么护目镜 其实我们说 一般的话 你只要是相对 一米以外的距离 不会到你的眼睛上面去的 所以不必要去什么 佩戴这种情况 甚至我们有搞笑的 戴着什么 就是我们说防毒面罩 这个都是大家搞笑行为 我觉得这个不要去太 需要防控 要不要过度的防控 对对对 要科学的防控 对 所以这个 首先咱们要保持一定的距离 最好在一米之外 然后出门 或者跟人交流 一定要戴上口罩 对 这样就知道 口罩佩戴的方法 刚才我们的周医生 也特别强调过了 保护好自己 不要有任何的缝隙 对吧 所以其实这一些 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能够做到的 防范疫情 人人有责 功课时间 你我一起 我在这里 做好疫情监测 我在这里 例行科学防治 我在这里 传递真实信息 我们在这里 我们通招共计 一定能打赢 疫情防疫阻击战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再见 再见 再见